欢迎我 妈 你们来啦 徐宇啊 你好吗 丈母娘好 爸不在啊 他出去找工作去了 找工作 找什么工作 这老头儿他一天到晚 也不如瞎忙什么 别理他 平安呢 还没下课呢 我让小慧先带他过来了 姐 姐夫您好 您好 平安呢 你大嫂带走喽 大嫂 小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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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跟她说一句话好不好 她现在在洗手间 等她出来我再打给你吧 好啊 平安 平安 你好 刚才跟我一起来的那个小男孩 这么高 你看到她了吗 我看她跟你一起出去了 再没有回来做 你好 有没有看到一个跟她这么大的一个小男孩啊 没有 有没有走失的小男孩送过来啊 大概五岁 穿着备带裤和黄色格子衣服啊 小孩走失的是吗 我帮你问一下 请稍等 谢谢 喂 喂 怎么了 说话呀 怎么了 我把平安搞丢了 老公 怎么回事啊 孩子怎么会不见呢 我去了洗手间出来就不见了 多久以前的事情 有一个多小时了吧 一个多小时 是 你到现在才联络我 你在想什么 你抱紧没有 相长已经打电话了 先回家等我电话 老公 要不要告诉盈盈啊 我还没告诉她 她阿姨 你们两个不累了 平安怎么没回来啊 大嫂带她出去玩了 韩太太 你先上去休息吧 我倒饮料给你 喂 喂 你现在冷 冷静听我说 平安走丢了 你说什么 平安怎么会不见啊 你们在哪儿 我马上到 怎么回事儿 平安不见了 我也不清楚 细雨她 细雨我来照顾 你赶紧去吧 你快去 大嫂 怎么会这样 平安怎么走丢了 对不起 我去洗手间出来她就不见了 应该就在附近 盈盈盈盈盈 怎么样 到处都找了 公安局也去过了 还是没有 盈盈盈盈 来 来 来 不用你帮忙 我也去 你等我的电话 孩子是因为我丢的 我哪儿都不去啊 我让你不要去就不要去 就算是你为肚子里的孩子着想 老公 医生 我太太怎么样 孩子没事吧 数据都正常 不过有点贫血的激情 可能是压力造成的 虽然这次没事 可是韩先生 你太太的情况呢 非常不稳定 如果再受什么刺激的话 恐怕这孩子就要保不住了 先让病人休息一会儿 醒了就可以回家了 好 回家后好好休息啊 我知道了 谢谢你啊 不用 喂 是我 对对对对对 黄炳安 找到了 哎呦 谢谢谢谢谢谢 啊行 我马上过来 马上马上 谢谢啊 娜娜 你来得真好 你帮我照顾一下娜娜 我出去一趟马上就回来了 哎哎 你知道去哪儿啊 你醒过他 醒过来看不到你的是中单手啊 你帮我好好照顾他一下 他醒了之后打电话给我 知道了吗 拜托 拜托拜托拜托 哎哎哎 你帮帮我 哎你怎么这样啊 你醒了 啊 还是你一直都醒着啊 你们是孩子的爸妈 对对对 怎么找到她的 哎呀 有人看见她一个人在路上哭 就问她在哪里走丢的 她说跟一个阿姨在逛百货公司 阿姨不见了 所以就把她带过来了 哭了有一会儿了 刚刚才睡着 谢谢啊 以后孩子可以看好了啊 是是是 妈妈 妈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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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 没事了 不要哭了啊 没事没事 妈妈在这 妈妈在这里 妈妈在这里 没事没事 妈妈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了 平安没事 妈妈在呢啊 妈妈 阿姨不去我做事 还不理我 没有啊 阿姨一定是不小心的 没事没事 好了好了 没事了 妈妈带你回家好不好 来 我来我来 不用 来 不哭了啊 乖 谢谢啊 没事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 车停哪儿了 我打车来的 我们自己回去就行了 我送你回去 谢谢 你 你帮我跟熙雨说一声 平安已经找到了 请她不用担心 谢谢你 大草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知道什么 她早上次问了我以前男朋友的名字 还给我看了 还给我看了我帮你买的那件衣服 她说 永远不会忘记以前受到的屈辱 我在想 她是不是已经知道以前的事了 你是说娜娜知道了平安的真实身份 所以故意放开了平安的手 娜娜不是那样的人 我说的是请你放手 不要再插手平安的事了 如果大嫂因为知道平安的身份 而故意放开她的手 我可以理解 因为换作是我我也会这么做 没有一个女人能够忍受男人的背叛 这根本就是两回事好吗 这当然是一回事 平安因为你受到的伤害还不够吗 平安身体里流着你的血 这是谁也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 但如果你真的爱她 就离我们远一点 不要让平安受到伤害 也不要再让大嫂受伤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